嘉義縣來集國小學生以溫暖的歌聲 歡迎嘉義市藍潭國小的到來 一起觀察天文活動 分享鄒族文化 鄒族有一顆以鄒族命名的鄒族小行星 而藍潭國小也有一顆全台唯一 以國小命名的藍潭小行星 牽起鄒族與藍潭相見觀的緣分 這次的交流活動中 不僅是一個天文的探索 也是一個知性的支禮 兩校師生齊力組裝天文望遠鏡後 學生們拿著枯葉觀測太陽黑子 看見太陽的變化 看見枯葉冒煙後 小朋友也發出驚訝之聲 剛剛我們分享完望遠鏡解說後 你有沒有解說後才知道的事情 有 要刺起太陽黑子 除了天文觀測外 藍潭國小學生們拿著弓箭 使力將弓箭拉開後 放箭 另一邊學習打陀螺技巧 深入了解鄒族傳統文化 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也拉近彼此距離 學射箭 然後還有打陀螺 這些都是平常我們在都市的孩子 比較沒有機會嘗試到的一個活動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到來州族部落 然後體驗在地的一個文化 對我們藍潭國小的都市來的孩子 可以說是非常神奇的 驚奇的一個體驗之旅 透過星際共學活動 不僅加深兩校學生交流 也讓學生對天文學與文化教育了解更深 成功為學生們打開更寬闊的學習視野 豐富學習體驗 新唐人雅在電視林天新 台灣嘉義報導